那你為什麼要回來 是雞雞讓我回來的 我已經習慣了海邊的生活 她說那個不是我 我應該恢復記憶 再考慮我們的未來 可惜了 莉兒 你能給我講講我的故事嗎 你想回老家看看嗎 當然 黑人說忙完就帶我回去 等他忙完 都不知道到什麼時候了 我带你回家吧 真的吗 那你不用工作吗 我可以请假 没关系吗 你比较重要 你不想务里了 我爱你 他比较大的 不再来 你 再坐一个小时大巴就到了 每次回家都这么麻烦吗 其实坐飞机也行 但我觉得坐火车和大巴 更有回家的感觉 以前还得坐船 开通过海大桥后方便多了 你是在故意折腾我吧 请记住我是个病人 你是失忆了 又不是瘫痪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看起来老实 其实挺坏的 晚了 我帮你 来 快给我 来 来 人们是谁就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来 进屋 来 这谁啊 谁啊 你爸爸 你爸爸 有个酒 这не 你爸爸 废计 那我们知道 同学们 我带过无数届的高三 每年我都会给学生说 高三冲刺阶段拼的是身体 回去 给你们宋范理校长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记住 要想记好就吃红烧肉 要想考高分还是红烧肉 要想考高分还是红烧肉 好 好了 不要那么高兴 复习很重要 打开课本的第二十三页 以前我们经常来这里复习 因为他的道理 最早就找到 到哪了 我不想考虑 先回头 放入我 把前方吊了 坐下 说得不不一样 阿然 你说她还可以 我们是同班吗 不是 我比你第一届 那我们关系怎么这么好 读书的时候并不好 经常抬杠 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当时在跟我 最好的朋友谈恋爱 你不是说没人喜欢我吗 对了 我跟那个朋友在一起多久啊 你多久 那我们为什么要分手啊 因为一些误会吧 他以为你爱上了别人 很伤心地离开了 他以为你爱上了别人 因为一些误会吧 那他现在会怎么样 那他现在会怎么样 他在国外 结了婚 生了小孩 现在很幸福 我还想亲自向他道歉呢 不过 他过得幸福就好 爸爸 对不起 你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你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他原谅我没有 当然 你怎么了 没事 我们走吧 真可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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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看一眼 不行 走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真好 是我发现的吗 不是 我喜欢这里 可惜很快就没有了 这里马上就要改建成度假别墅群 学生实在的回忆 就要这样一夜之间消失了 就像失忆一样 我来看看 忘记过去是什么样的感觉 一开始会觉得很恐慌 不知道自己是谁 心里空落落 后来慢慢地想开了 就像格式化程序一样 就当重新再活一次 忘掉那些不愉快的过去 拥有全新的人生 这么一想 其实也没什么 不是吗 对 这样 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我在想 上帝一定很厚爱了 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如果 忘得了都是不愉快的记忆 那就更好了 一切 重新开始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静 一切重新开始 静 你怎么来了 我在上海开完会 听说你们在这边 我立刻赶过来了 哥 哥 丽儿呢 她说她身体不舒服 先回去了 我看她好像心情不太好 会好才怪呢 怎么了 没什么 哥 你今天吃我加税吧 不用 在熟悉的环境中 我可能能想起点什么来 你真的都忘了 那你还记得你为什么失忆吗 姐姐跟我说 是因为爆炸案 是因为我 我这条命 是你救回来的 好吧 我是真的相信你失忆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你不会摆出这么呆的表情 那我前是什么样 不可一世 目中无人 面目可憎 我这么讨厌啊 对 很讨厌 只要是我的事你都要插一手 还老是跟我抢女人 不是吧 我没那么扎吧 算了算了算了 以前我也很扎 你知道吗 你消失的这半年 我每天都在自责 你要是真有什么 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你是我弟 我救你是应该的 可是你以前最恨的人 就是我 你骗我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为什么要救你啊 我没有想到你 发生了太多的事 你要是真想知道 我一个一个告诉你 改天吧 这两天我有些累了 想好好休息休息 你在怕什么 你应该对她好一点 谁啊 丽儿 我们两兄弟欠她的 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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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和哥 来看你了 妈 我回来了 我们真的是亲兄弟吗 那当然 会是我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妈喜欢谁多一点 当然是我呀 我是弟弟 反正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就骗我吧 妈 你说弟弟是不是在骗我啊 你也没有想要是什么 一只个人家的 友人家的 一个人家的 只要是那只要是 那是很大人家的 就很大人家的 一只要是 而且是有一只 一只 一只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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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考虑 伯父伯母 我都没想过 雅琪她怎么了 她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了 刚才焕姐 来跟她队演唱会的流程 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发起脾气来了 而且还把焕姐赶出来了 所以啊 这演唱会 依我看孩子这个情绪 她根本没法办 就不办了嘛 这演唱会都筹备得差不多了 这说不办就不办 可你说孩子这样 她怎么办 伯父伯母 还是 让我去跟她谈一谈 那好吧 那就拜托了 你的付出演唱会 不打算办了 不拜托了 不拜托了 为什么呢 不拜就是不拜了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我向你保证 你所担心的一切 都不会发生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我懂啊 我比谁都懂 你现在 就像是一只刚出生的小鸟 出去看了这个世界几眼 就说了回去 你会恐慌 会害怕 我知道很难 但这是必经的过程 否则你这辈子 都只能说在蛋壳里了 好 昨天晚上有做梦 梦境有开演唱会 我站在台上唱歌 台下的观众 就一直在骂我是怪物 你还拿东西砸我 会买票去看你的 都是真心喜欢你的人 你要对他们有信心啊 再说 你现在靠的是实力 连我这个 从来不关心演艺圈的人 都知道 蒋雅希 是个实力唱家 是个实力派 是个实力派 来 那我去叫湾姐进来 好 这是怎么了 仓库被淹了 严重吗 是吧 汤坤那边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水已经止住了 这有明天咱们的货呀 不知道怎么发呢 别着急 我给你泡个茶喝喝吧 喝茶 今天早上刚买的龙井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喝茶 你还有姑父在这儿喝茶呢 我们这儿着急忙慌呢 您这儿还喝茶呢 还叫 还叫花呢 我让你叫花 让你叫花 来来来 叫 叫 别生气了 都是自家兄弟 就是自家兄弟才生气呢 您倒好 我们这儿着急忙慌给你忙着 你看看你自己 你都吃什么了呀 你花鲜子啊 走 把握 走 走 李儿 你怎么来了 刚下班 过来看看你 现在都是你在照顾这些花花草草啊 他们好像都不怎么喜欢 我最喜欢这盆花了 我们种的不是花啊 那难道是寂寞啊 是梦想 梦想 我把它交给你了 你好好照顾它 对 遵命 你知道 它以前叫什么名字吗 这花还有名字啊 我不知道 它以前的名字 叫梦想 是吗 我还干过这么有清教的事情 你别碰 走 我来就好 你上次说我有个女朋友 对 你说给我听听吧 你说给我听听吧 她很漂亮 笑起来 像上日葵一样灿烂 她是我见过 笑得最美的女孩儿 可是 我总觉得 另外还有一个人 你想起什么了 总觉得像个影子 抓不住了 抓不住了 所以 我想听你说说 没别人了 丽儿 说话 说话可不好 我 我是实意 但我不傻 好吧 你想知道什么 她也是我同学 对 很奇怪 我经常会梦到 自己贴着她的耳朵说话 因为 她从小昨耳朵听不见 她从小就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女孩儿 她有点自卑 性格很闷 所以常常怀疑你为什么喜欢她 她有很多缺点 她有很多缺点 爱吃醋 怕受伤 没有安全感 可你依然爱她 疼她 永远等在她的前面保护她 我有点害怕 我怕 停下去了 怕什么 我怕 我最后辜负了她 你没有 那我们为什么 要分手 我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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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被她的 不知 我怕她 我怕她 你不知 她不知 她得了 她